你 你好吗 还行 还习惯 住在这儿就是租金贵了点 但是离我上班的地方近 挺好的 租金有点贵 所以楼下咖啡厅你在那边上班 那 那个咖啡厅是我开的 你已经当老板了 很厉害 应该很辛苦吧 钱够用吗 住进装备的过来吗 妈妈跟弟弟好吗 达芬哥 你一下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都不知道回答你哪个好 太久没见了嘛 其实我一直很关心你 其实我也一直在关心你 其实我也一直在关心你 其实我常常会想 如果那天没有发生邻居的事 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呢 每一次我想到你 我就想起我们在泳池 一起玩的回忆 我没有忘记 我就只听出一件事了 是他勾引你啊 怎么说呢 宗警官 你想想啊 一个女孩子人家 到大城市讨生活 找个依靠难免嘛 没吧 我跟你说对不起 我觉得那天是我害了你 我自己在想说 我要怎么补偿你比较好 大森哥 那都过去多久的事了 别这么说 其实那段时间啊 算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了 不好意思 我那时候好开心 好快的 你那时候还说 以后长大了赚了钱 要给我买最大的房子 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我 是啊 你还没选吗 你去选啊 你还没选 你要我怎么 大森哥 我们玩游戏吧 你要玩什么游戏 你给我化妆啊 小时候不是最喜欢 把我化成公主吗 我化了你出不了门哪 那就不出门了呗 你要化啊 好 来 我帮你化 好 听你这么一说 这婚爱情是她先凑上来的 这房子是她管你要的 周美宝被害了那天晚上 你在干什么 那天晚上我老婆还生小孩 我给她去医院 自从我老婆怀孕之后 就下定决心要跟美宝分手了 因为我觉得继续这样下去 对三个人都造成了伤害 良心不安是吧 可以这么说 我跟我老婆年纪也不小了 一直想要有个孩子 双方的父母也想抱孙子 至于美宝呢 我觉得应该是我跟她 从小的情谊跟感情 我脑捏不好 踩不住刹车嘛 但我心里觉得 家庭的完整才是最重要的 周美宝知道你老婆怀孕 知道 这个孩子 是我跟我老婆 努力很久才有的 难怪你身体这么虚呢 周美宝愿意跟你分手吗 当然不愿意啊 所以她的死跟你有关系 钟警官 你为什么讲话那么没有礼貌啊 我都说了 我很重感情 而且那天晚上 我陪我老婆再生小孩 我在这医院 你几点送你老婆去医院的 大概晚上八点多吧 那时候停电了吗 停了 可是你并没有不在场的证据 周美宝就是在停电的时候 跟孩子 林大监主事 你再好好想想吧 今天先聊到这儿 老婆 李宗监官 你们怎么不去怀疑 隔壁的吴明月 当美宝家要死 那只能说再多一个嫌疑人 但并不代表 你的嫌疑就没有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